关于这个slide 首先其实这个slide的话 主要重点并不是讲 并不是讲Go的 我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内存访问顺序的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的话可以通过 对体系结构的了解 可以了解一下 为什么Go的话 推荐的这种 Go主听之间同步模式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其实我 但我讲完以后 其实我并不是指望说 大家能够变成一个 Memory Model的expert 因为Memory Model这个东西 的确很复杂 然后其实我的话 也不是Memory Model的专家 好像我忘记 我介绍我自己是谁了 先把这也想完再说 然后我也没有打算 去比较各个不同的语言 之前Memory Model 然后也没有打算说去讲 就是Go的Atomic或Channel 这种Scheduler 这些相关的实现 然后另外的话 像跟内存访问顺序的话 它的执行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是跟具体的硬件 还有具体的托迁的实现是相关的 所以但我这边的话 也并不会说Target是说 在某个Go的Torchain上面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Go现在 其实不止一个 其实有好几个Torchain 一个是MainGo 还有GCCGo 还有GoLVM 其实由于编译器的优化不一样 所以有些行为上面的话 会有些Scheduler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的 另外这边的一些Example的话 其实大部分是C风格的 并不完全是Go的 因为我觉得C风格的话 更能够表现出一些硬件特性 然后我前面忘记介绍 我自己是谁了 我是在Arm工作的 然后我叫徐整 然后我现在的话是 在Arm这边的职位是 软件开发总监 然后我主要负责是 编程语言 那个方面的 在Arm工作上面的一些 实现优化这方面的事情 先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 我们在某些Blog 或者文档里面 会看到一些句子 然后我们先来做一些 阅读理解 然后可能第一句话 可能大家看到比较多 Do not communicate by sharing memory Instead of share memory by communicating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在一篇 那个Go的Blog上面 那个 它是推荐 这是在很早的一篇Blog 这篇Blog大概可能是 2010年左右吧 然后它 它主要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Go语言推荐的 一些线程或者 GoRoutine的一些 同步方法 它就建议就是说 大家不要通过 通过共享内存 来做 GoRoutine之间的 通信 因为在绝大部分 编程语言里面的话 就如果两个 两个线程要通信的话 其实我们 都是通过share memory的 但这个Go的话 其实是引入了一个 channel的概念 那个第二句话的话 是 我从那个Go memory model里面 那个择出来的 它说 If you if you must read the rest of this document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your program you are being too clever don't be clever 然后 这句话的话 其实有点绕 那个Go memory model的话 是 在Go的文档里面 其中的有一页 它的意思说 如果说你需要 把这篇文章都看完了 才能够理解你的 那个代码的行为的话 那可能就是 有点聪明过头了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光靠读 那个Go的文档 其实你是了解不了 Go memory model的 然后 他don't be clever的话 他就说如果搞不清楚 就尽量不要用 可能有人问 don't be clever 什么意思 其实可可翻译的对的 就不要自作聪明 然后 下面一句话的话 其实不是正式的Go的文档 因为比较确论 就是 关于Go的Atomics Memory model的话 大概是 2013年 就开始讨论 但一直讨论到现在 目前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所以 所以关于Go的Atomics Memory model的话 其实目前唯一有的一个 像是最官方的 就是这么一句话 Go's Atomics Guarantee Seqretial Consistency Among the Atomic Variables Behave like C and C++ Seqretial Consist Atomics And you shouldn't mix Atomic Atomic And not-atomic Assess For a given Memory World 反正这句话的话 也有点绕 但相对来说 比正常的Memory model的定义 其实还是要简单直白很多 这是这一些跟Go有关的 和线程间通信 还有Memory model Atomic 相关的一些几句话 我拎出来 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关于Memory model的比较 但其实我在这边就不做具体的比较 然后只是告诉大家一下 就说其实在不同的CPU架构上面的话 其实Memory model定义是不完全一致的 以前可能大家也知道 微软的话出过一个Laptop叫Surface 然后那个是Arm的Laptop 但是在上面的话 因为我们以前所有的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 都是X86编译的 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叫DBT的技术 就是把X86代码动态翻译成Arm的指令来执行 但是其实这边最大一个问题是Memory ordering的问题 然后这个其实不容易解决 因为不同的体系上面的Memory order定义是不一样的 然后最近的话 苹果的话出了一个CPU叫M1 然后那个Mac的话 它其实它也能跑以前4X86编译的应用程序 但是其实它和微软一样 它也有这种绕不开的问题 就是说Memory ordering问题 苹果这边做法相对来说比微软当时要聪明一些 苹果的话是在硬件上做了一些比较确切的事情 它其实是支持了Intel的Memory model 但是这个是一些非常high level的介绍 然后具体的话我们来看一下Memory order这边的话 有哪些比较毁三观的事情 其实我们写的代码 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真正执行的时候 其实想象会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一个代码 就是X等于3Y等于4Z等于X加Y 这是原代码 但其实编译其实会做很多优化的 像这边Z等于X加Y的话 其实编译其实它是可以直接把它优化成Z等于7的 但这个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我关于读X和读Y的话 其实是没有额外的Memory side effect 其实因为这个行为其实并不一致 最左边和中间其实行为并不一致 因为如果说在X等于3Y等于4发生以后 然后别的Thread它去改了X和Y 这个时候其实Z就不一定等于7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代码就写成这样的话 Z等于7这是一个合法的优化 因为因为我会默认说这个X和XYZ 都是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side effect 那就是要避免这种优化 其实我们需要把那个X和Y定义成volatile 当然我这边说都是那个C的语法 然后的话 其实编译其实还会做一些其他的优化 它甚至可以把那个Z等于7和X等于3 这两个东西就直接调换一下顺序 然后这个优化的话叫CodeMotion 因为如果我们代码就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额外的限制说 你XYZ的话乘储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因为这个副函数执行完以后的话 就这个左边中间和右边 它的它其实执行结果是一样的 就如果我们光看这一个副函数的话 所以所以这个优化都是都是可以的 但但如果在多线程的情况下的话 那其实来看的话 这个左边中间右边这三个东西 它的结果是其实并不一致的 然后如果要避免这个优化 其实就可以把我们可以把XYZ都定义成那个volatile 那这样的话那个编译器就不会做这种优化了 但是这边的话就提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就把XYZ定义成volatile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个XYZ它的复制的这个乱序执行 当然其实那个就作为这种资深小镇做提加 对吧 这个问题既然问出来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你定义一个volatile 其实不够的 那定义成volatile不够的 其实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因为那个CPU 它下面还会做一些那个优化 这个我就随便那个拿了一个例子 就在可能那个在这个从体系结构上 那个那边拿过来的那个例子 叫那个Decas algorithm 然后这个的话是 第一个说这大家都知道说 这是一个能够正确执行的一个保证 保证那个互斥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当然他还有一些那个别的特性 这个不是我们这边关注重点 那个我们关注重点的话 他其实可以看到说他这边的话 他采用的方案 那个采用的这种线程之间的一些通信方式 其实是那个communicate by shared memory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那个有一个array 那个那个for两个线程 那个那个就是这个是表示一些这种 那个线程的一些状态 然后还有个turn 那个表示那个哪边的这种优先级啊什么的 然后然后但是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这个虽然它是first non-correct solution 但实际上呢 在SMP的那个机器上其实是block的 那个 那个而且你都 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对这个dex algorithm感兴趣啊 反正但 但这个东西讲起来的话也挺也挺费时间的 那个 我也就不讲了 那个 它是它是block的 其实block的话你都不用看 那个下面很多东西 它其实 那个第一两句就 那个就就就就就会出错 那个 就是它大概出错的话 我把这个那个那个单独拎出来啊 叫那个叫decker test 就是我们首先有那个 那个内存出那个初始化的时候 有x等于0 y等于0 然后那个 那个我们最终要拿到这个result x和result y 那个 就就在那个 在对对一个那个relax的那个memory model的话 其实我们并不保证说 那个就一个写操作的话 就就你写 你把数据写进去了 那个别的线程就能看到 那个 然后那个另外 那个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并不保证说 那个memory 就在一个线程上 那个一个CPU上 那个那个读写顺序 在别的线程上看到的时候 和这个CPU 和在那个这个CPU上 那个执行顺序是一致的 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都是不保证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那个我们在现在在 那个这两个线程 当然那个x和y的那个初始值都是0 那我们在线程一和线程二 那个分别把x等于 把x等于制成1 y也制成1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result y的话 是等于y result x等于x 那个就不管 就是从我们一般的 那个比较直觉来说 就不管这两个线程 以什么样的顺序执行 那么 那第一条指令 那个必然是x等于1 或者y等于1 对吧 那个最后一条指令 是那个必然是 那个result y等于y 或者result x等于x 那当然result y等于y 它并不一定是最后一个执行 它最后一个执行 有可能是result x等于x 那如果result x等于x 是最后一个执行 那么我想问一下 那个能看到我鼠标吗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是吧 好 那个 如果result x等于x 是最后一个执行的话 那么那必然x等于执行 那这个时候result x就等于1 所以 所以这样 result x和result y 它是不可能 那个 不可能同时等于0的 但实际上的话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个 result x和result y的话 是有可能都 那个同时等于0的 那 其实那个主要原因 就是说 那个 我在 那个把result y 那个复制成y的时候 它有可能看到的结果 就算是y等于1已经执行 它有可能看到结果是y等于执行之前的事情 然后那个result x的话 它也有可能看到是x等于1执行的之前的事情 然后这个 这是一个工具叫 那个litmus test 那个litmus test的话 它是会 那个每几所有的 那个 那个CPU 那个 可能那个执行的一些路径 然后 然后 我把刚才那个 那个test的话 就 单独拎出来 就是那个 放在这个litmus test上 跑了一下 然后这个 因为 因为这个 这是 那个litmus test的话 它有个自己的 一个形式化的语言 那个 所以 那个 看起来也有点绕 那个 然后另外的话 可能要 那个也要写汇编 那个 可能看起来 并不一定说 很清楚 然后那个 反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说 它这边是 那个位 在什么情况下是 它是会 这个有问题的情况下 它怎么会 就是 那个 那个 X X Y 它都 Result X和Result Y 都等于0了 它是 那个 其实是 会出现 这个 这个B指令执行的时候 它是 它的coherency 那个是 是after这个C 那个 这个C 叫指令 它 它其实会 那个 在这样的话 就是说 其实C 执行了以后 它 它其实并没有看到 然后如果对这个 那个 内存模型感兴趣的话 我这边这个链接放在这边 就大家有兴趣 可以 可以点一点 然后这里面的话 大概可能有 那个 二三十个 那个测试吧 然后 那个 已经 已经写好的测试 可能 可能二三十个都不止 可能三 那个三四十个 那个 那个这些测试 那个如果大家可以看一看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会三观的 就是 那个 你 你会觉得说 以前你 你对 那个你对代码 那个顺势 执行师理解 可能都错了 然后 那个我这边再讲一下 就说 就这些事情是 大概是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那个 就首先 那个 从 那个 CPU的话 就 我们知道 就整个内存的话 其实是 那个CPU是访 那个 访问 那个 访 访问 开始 当然开始 下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开始 就有 L1 L2 L3 然后最后 那个开始 最后再去 再和那个 memory同步 而在这个当 这个当中的话 就是 其实 其实 那个对于 对于做编译器的人来说 其实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访问 那个访问开始 其实开销也有假的 因为 因为 因为需要有好几个cycle 因为 因为像现在CPU 其实都做的 都做的挺强的 那个 像有些 一些的简单 这种什么 那个加进发指令的话 其实一个cycle 可以执行 执行好几条 但 但你 你读过cash的话 其实也要花 一到四个cycle 所以 其实像 所以 所以我做编译器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 那个寄存器优化什么 这些都 还是比较看重的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整个 那个内存访问当中的话 那个 CPU 那个访问 访问开始 它其实只花 一到四个cycle 所以这个 这个虽然是 那个是 需要花点时间 但 但其实也还 也还行 但是那个 但是访问 那个memory的话 其实开销就非常大 把数据从 那个memory同步到 cash的话 通常是 那个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cycle 然后 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 在多个CPU之间 当然 因为我们一般 这个桌面 桌面电脑的话 其实都没有多个CPU 但我这边 那个多个CPU 是指 多个物理的CPU 多CPU的node 就那个不是 不是多个CPU的call 但那个 在CPU之间 那个同步 那个同步数据的话 其实也要 那个几百个 几十个 到 那个到几百个cycle 所以就是 如果说你 你这个CPU 需要access memory 其实是 是在另外 就是另外一个 就这个call n 它如果需要access memory 是在另外一个CPU上的 那其实就 那个 那这个其实就会 那个开销就会更大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这边 那个在硬件上面的话 我们会尽量的 把那个数据就会 那个放 那个放 放的 放的比较靠cache的 这种 这种位置 就能 能 当然 能 能放在L1的话 就尽量放L1 不然的话就放L2 不然就放L3 实在不行 才放 才会放到 那个memory里面 那 当然对编译器的话 有的话 我们会尽量把它 都放到计算器里面 然后 然后呢 这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 那个 那个访问这个cache的时候 其实 其实数据从memory到cache之间的同步 它其实 那个 它是按照cacheline来同步的 它并 它并不是说 我这边要访问 那个访问什么数据 我去同步什么数据 或者说 我把整个cache 那个一次性都同步掉 那 那个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说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 指令 虽然可能是 是 是 in order retire的 但是呢 那个cacheline think的 它其实并不是 那个同步的think的 所以 这样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就我 我比方说 我写 我往A写了个数据 往B写了个数据 那 虽然是A先写的 然后再写B的 但是有可能 跟B相关的cacheline 先同步了 那 那这样的话 在别的call上面的话 它就有可能 就是 说我先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B的数据 那个先被改掉 而不是A的数据 先被改掉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是因为一些 这种硬件的设计 我们 我们想尽可能 那个这种 攫取 攫取硬件性能 所以就导致这个 这个内存 那个内存 反映顺序 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奇怪 然后 这个 这个话 我就写 讲一下 就是关于 那个 在我们在使用 使用barrier的时候 这个hardware和software 之间的话 一些行为之间 是怎么mapping的 就 当然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那个c的代码 不是 不是go的代码 那个 那个 c这边的话 这个我们有个atomic的load atomic的load的话 它会加一个 那个loader快的一个barrier 那个loader快的barrier的话 它会导致的是 那个invalid cache 就是这个 让这个cache 那个无效 然后 那个 那个 那个做一个atomic store的时候 它会 那个 它会 那个同时带一个 那个store release barrier store release barrier的话 它会 它会让这个 这个clark 那个cache 那个cache刷新 这个loader快这个barrier呢 它 它是说 那个 在这个 就在这个之后 那个发生的 那个load 它不能 不能移到这个 这个valueload之前 它 它 那个大概是怎么样 就是说 如果我把这个cache 那个invalid 那个invalid到了 invalid掉了 就让它无效化以后 那 后面我再有load的话 那这个数据 必然是会被刷新过的 所以 所以呢 就后面的load 那个后面的load 就不会被挪到前面去 那个 关于这个 这个flush的话 它是会 那个 它是会 那个防止说 之前的一些写操作 被 被移到 那个 移到这个barrier后面去 其实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 因为我写 我 那个我已经 那个我数据已经写了 那到了开始里面去 的话 我flush 就flush出去了 一个所谓的file的话 其实会flush invalid的两个 两个件事情都做 然后 但是我这边另外就说一点 的话 就这个slide的话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说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但但实际上 那个实际上 那个并不是所有的 Mac architecture的行为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 这个 那个不同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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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的 那个设计 那个 它的行为 其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 因为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考虑的是 应该是 不是硬件的 那个 硬件的 这种memory model 其实我们 我们编程的时候 我们考 应该是考虑的 这个 那个语言 规定的memory model 我这边只是给大家理解 让大家 那个 好理解一下 就是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 这个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 就是 那个 一个县程 那个初始化了一些数据 然后往里面告诉另外一个县程 说 这个这个数据初始化 那个已经初始化 初始化好了 那大家可以用了 那这 那这边的话 也有一些 那个 那个share的数据 那 我们这边的话 就可能先 然后 那个new了一个object 然后把这个 那个object里面 那个value 那个 那个 设置成123 那这个时候呢 我 那个我们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 那个全局的pdata 那个复制成 那个这个pobject 然后同时 说这个 告诉他说 这个 这个memory order 是那个store release 那那个 那个store release 就会导致这个 这个数据 那个 从cache里面 那个flush出去 然后 这是在另外一个县程 那个另外一个县程的话 他说 如果这个pdata 他那个不是空 那么我就可以用这个pdata 这个就可以用pdata里面的数据 那 那他在读这个 把这个pdata 这个load到这个pobject 这个 这个local变量的时候 他会 他会加个 加个barrier 叫memory order acquire 其实就是 就是loadacquire 这个loadacquire的话 它是那个 它会那个invalid cache 那所以就说 那这边的数据 其实都必须要是 必须要成立 因为这边开始里面数据已经无效化了 所以他 他需要重新更新 那这样的话就会保证说 如果说我在 我在threadout上面 那个 那个读到说 这个pdata 那个非空的话 那么这时候 这个pdata里面的这个data 那个就必然是 已经数据好的 1.2.3 然后这边我就稍微提一下 就是因为 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了 其实不同的那个硬件 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个其实在arm上面的话 其实这个loadacquire 这个memory barrier是不需要的 那个 我其实我们直接写成这个pobject 等于pdata 其实也是ok的 但我 但我只只这样提一下 但其实我并不推荐大家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们按照 按照那个语言的标准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要写上 这个 memory order acquire 其实我们还是要 还是要告诉 告诉大家 我们这边其实应该是有一个loadacquire的操作的 但 但至于这个loadacquire 它到底产生不产生barrier 这个事情你可以交给 那个编译器来处理 那个编译器 它会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在这个硬件上面 我是不需要的 我就把这个barrier给拿掉 就关于目前的loadmemory model 就是我前面也提到 其实目前为主要 其实关于atomic 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关于memory model的一个定义 然后 刚才那句话我是又copy了一下 这个是Ross Cox说的 然后 今年在go for china conference上面的话 关于这个其实我是有一些complain 因为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因为在那个x86上的话 那个x86是follow的那个strong memory model 它的内存模型是比较强的 所以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我的atomic的写的顺序 就跟cpu执行的顺序是一致的 那这个呢 在x86上的话 基本上可能80%90的时候是对的 其实也不完全对 那个因为 因为那个 因为在x86上的话 那个store load 它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做reorder的 那个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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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那个go的话 一直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出 它的那个tomain的那个memory model是什么样的 所以 所以就是如果 如果代码写 写错了 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是 呃 是语言标准 是他定义成 呃 就是这个样子 是你可以这样写的 还是你不能这样写的 那个 所以呃 今天在go for china的一个会议上的话 我 我跟那个那个ros cox稍微抱怨一下 反正那个ros cox 他的意思说 这个memory model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他他也 他一时半会想不清楚 那个 啊 好像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他说他得 花个两三个月时间来想一想 他说可能 运气好的话 今年2月份 他他他能够写一个那个 那个go memory model的一个定义出来 然后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那个其实有有些 那个有些操作的话会是会明确的定义 呃 定义些那个 那happens before the relationship 那个所谓happens before relationship的话 其实说 就是 那个 如果有a比两个事件 那个 呃 a在b那个事件发生之前的话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如果b事件发生了 那a事件就必然发生了 其实其实这个大概就是happens before的一个 那个一个意思 然后 那个另外的话 呃 我我 那个我我我把这个 就是go memory model上面 那个关于那个因 这个有那个有错误的一些 那个同 那个同步的一些例子 我这个链接 我也我也放在这边 然后呃 我感觉前面讲东西讲了以后的话 可能大家再去看这些例子 可能会 可能会呃 理解的更深一点 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大概为什么会出错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那个额外的一些呃 一些知识 呃 就是因为因为可能很多人的话都会认为说 那个呃 一些 那个一些显示的一些synchronization 比方说像呃 像channel 像像lock 那个他他会比那个atomic慢 这个这个呢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呢 这个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个 嗯 可能那个对于那个计算机 那个专业毕业的那个学生来说 可能大家都都听说过这个什么 呃 这个呃 是吧 呃 阿姆达尔定律 那个 就 呃 这个我先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atomics 那个一些版本啊 那个就atomic 就如果说我们 那个我们要那个存两个数据 那个v1 v2啊 对吧 就是 就是把那个把v1 那个那个那个更新一下 把v2也那个 就是那个也更新一下 那 那个在在这种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我加了atomic的话 就是我会我就能保证说 那个v1肯定是比v2 那个先更新 这是用atomic来做 然后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还可以用那个mutex来做 那mutex的话如果你加一个锁 那么 那么其实因为他就他这样的话整个v1和v2的负质 他就变成那个变成原子的 所以你就不可能看到说v2先更新 v1后更新 那你就不会看到这种情况 但是呢 因为这两个这两个他其实行为上并不完全等价 因为那个那个lock的话比atomic其实要更强一些 因为在atomic这个atomic这个实现版本的话 其实你有你有可能会看到说那个v1的质已经更新了 但是v2的质还还没有更新 但关于这个这个lock的版本 就如果读的那个地方也加锁的话 那你是那个如果如果v1更新了 那v2其实就必然也更新了 如果v2更新了那个v1必然就也更新了 这是这是一个那个atomic和mutex的两个版本 那个就阿姆达尔定律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代码里面有很多锁的话 这个会在多核的情况下会严重影响性的 其实可以想象 就是说如果我有我有我有一个那个应用程序 从那个应用程序开始我就加一个lock 到应用程序结束我再unlock 那么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算有100个cpu 其实同时也只有一个cpu能够干活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信 你的应用程序性能并不会因为说 那个cpu数那个数量的增加 而的那个而导致说性那个性能的变好 但是如果那个如果说我们用atomic的话 因为 因为那个第一个线程执行atomic指令 那个并不会导致说第二个线程 你的atomic指令就执行不了 虽然虽然说两个cpu之间会有些同步的过程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话 atomic的性能的确会比那个lock的性能会好一些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其实那个lock的开销 这个这个mlock这个开销其实也比较大 所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个那个mutex的确是这个比 tomic它的性能要差一些 当然当然这边不光是mutex 其实像像其他的这种channel什么这些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channel的话它是会保证它会保证做那个那个灌数据和读数据 这两这两个东西的话会那个sequential的发生 这是我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那个tomic都会比mutex 嗯会快一些 但这边我们这边还有个but 这个but的话就就表示说这个又有些可能大家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个当然这个意想不到现在这个这个意想不到情况的话 目前没有发生 这个还在很久很久以后 那个可能可能三年五年或者或者或者更久以后 那个呃呃其实现在的话那个其实在呃在工业界的话 其实大家有在讨论一些叫做所谓的那个那个hardware 那个transaction memory 呃其实其实这个hardwaretransaction memory的话 那个intel的话应该已经有呃呃应该已经有cpu有有有有这个实现了 那个所谓的hardwaretransaction memory的话 就是说假呃呃这有这么一个case 就是说我在我在一个线程里面要更新v1v2 在另外一个线程里面要更新v那个呃呃v3v4 那么实际上那个虽然我我这边加虽然我我这边需要加锁 但实际上这里因为这两个这两个线程那个那个操作是不同的 那个不同的数据呃所以所以呢这两个线程其实是可以 同时执行的那个他的呃他的那个idea的话 其实跟那个跟我们那个数据库的那个那个那个transaction 其实是比较像的 就是说我在一个线程里面呃我这边有个那个transaction start 那个在一个一个线程里面的话就就更新v1v2 然后另外一个线程更新v3v4ok这两这两边没那个没有什么冲突好 大家都到都很愉快的就一块呃就各各跑各的那但是 如果说在呃我在一个线程里面更新v1v2 然后在另外一个线程里我更新v2v3 那时候我在更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啊这个值 那个别人更新过了那那这个时候我我就我这个transaction 就abort我就要那个那个重新开始执行在呃在竞争并不是很激烈的情况下呃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会abort的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transaction的话就会性能就会好可能对可能做数据库的就做数据库 如果我们把这个lock那个替换替换成那个transactionstart把unlock替换成那个transactionend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呃其实有可能有可能甚至这个 这个这个这种lock替换成transaction的版本甚至比atomic性能还要好 就是就如果说那个两边那个多个线程之间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竞争的话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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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这边更新v1v2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用呃呃 是用那个normal的那个store的而不而那个atomic的话你是需要用那个atomic store atomic store其实开销是比因为有一些额外的那个cash同步的操作 所以开销会比那个那个normal的store要大一些 然后呃这个的话就是我这边关于那个memory model的一些介绍 然后就对于那个呃对于一些呃写勾代码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我这边的话就是呃稍微就稍微提一下 就说呃呃呃gogo关于那个呃呃关于呃go routine的职业通信啊 他其实还是倾向于说那个用channel那个通呃呃是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来share memory 而不是通过那个share memory方式来做通信那个呃呃所以其实最好的话我们还是呃呃follow那个google关于 勾语员的一些使使用的一些推荐呃推荐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强烈那个不建议就是呃呃说你是有依赖于说一些这种呃 implicit的这种memory accepting order 因为这个呃呃到目前为止的话 那个呃呃google那个memory model没有太定义清楚 所以我这个是强烈不建议的 然后呃呃呃关于关于通信的话还是比较呃呃比较推荐channel 如果说你真的需要呃呃需要share memory 其实我是比较建议用那个用lock啊用once啊这种东西 呃呃这个会就会这个会 那个这个会建立一个比较比较强的那个happens before的一个那个relationship 然后另外的话我那个有一个工具叫那个google race detecto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那个如果说你在代码里面有呃呃 如果那个不小心用了一些呃呃非channel的东西来做同步呃 是lock啊once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google race detector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检查到一些这种呃data race的问题 但是呢这边有点表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他有可能有false positive 也有可能有false negative 呃呃就是他有可能也有可能有漏爆 呃但是但是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个还是一个比较好还是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啊 就是就如果说大家对自己的那个呃呃在多个google 信息的那个共享内存的代码并不是非常那个确认 那个确认是不是确信是不是是不是好的那个对的话 呃最后一个就是don't be clever 因为因为关于那个memory model的话有那个有些东西的确是比较那个比较会三观啊 如果如果如果说大家看完以后觉得说自己那个自己搞明白了 那其实我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slide讲完以后 其实大家还是应该还是很难搞明白的 如果大家有自己那个就有信心说觉得搞明白了 那我这边这边那个那个lithomest test里面有里面有几十个呃 那个几十个test case可以大家可以再再去温固一下 如果说大家可以把把这个lithomest test里面的那个几十个case都搞明白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那个那个你再去呃依赖一些比较确计的 其实也没办法说依赖比较确计的 因为那个因为现在目前google memory model还没定义清楚 就如今后某天google memory model定义清楚了 然后然后你那个对于这个lithomest test 那个这些这几十个case也能看 也都能够看得比较比较明白的话 那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说可以就比较可以放放心的来用一些 那个atomic来做一些这种做一些这种 那个无所的那个数据结构的一些优化 因为因为go語言的话其实比较trick 就是说因为像很多其他语言 像java或者像c++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所谓的concurrent data structure的library 那那对于写上层那个那个上层应用的人来说的话 那我只需要我只需要用那个用好这些concurrent data structure 那至于说下面呃在多个线程之间或者多个cpu之间是怎么同步的 那语言就可以帮我那个帮我搞定了 但但go这边的话因为他一直都那个不推荐说大家在go routine 之间那个share memory 所以他他其实到目前为止好像我也没有看到过说 有有一些可能至少在在go里 所以那个他自己他是没有提供那个任何concurrent library的 所以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要写这种通过共享数据来 来那个做在多个勾识前之后做信息交互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ok好这这就是我这边那个这次所有的内容 这个 好 谢谢师傅老师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有有人提到说这个去看那个呃看原码 那个还有什么呃这个go的一些汇编呃就我这边的那个要说的就是说 其实你看go的编译器的原码呃也并不是很靠谱 因为那个其实那个go的话 因为因为目前那个go的atomic memory model他没有定义出来 所以所以目前就是你看到的编译器的行为 并不代表说将来就是将来他的行为 那个不会break掉你那个你目前的理解 那个而且现在go的话其实他是有多个脱限的就是那个 那个main还有那个呃就是还有那个gctgo lvmgo lvm 那个他们这个编译器做的优化其实并不完全那个变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所以呢其实照来说其实最好的参考资料是应该是呃应该是关于语言的memory model的定义 所以这样不用如果如果要用的话那就目前就只有那个Roscox那句话就说 那个go的atomic 之间是保证是呃呃呃呃呃 呃呃 sequentia 的顺序但是atomic和非atomic之间的顺序是不保证就就目前的话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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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嗯 嗯 嗯 但是我对我们协议应用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语言上的定义 那个StoreRelease的话就是说 我如果前面有一个Store 后面有个StoreRelease 那前面那个Store 就不会在后面那个StoreRelease之后发生 有人提到说 Go的协程的调度 这个的话其实 就协程的话就是有 一般的话我们有两种是吧 一个叫Cooperative的协程 一个是叫做Premission的协程 其实Go的这个Premission的话 其实好像也是最近做的吧 其实之前的话其实也 那个Go的协程也其实也是Cooperative的 其实也不 那个基本上也不抢占 那个关于 关于Go的那个协程这边 那个抢占的话 其实有一点比较缺 因为Go的协程之间的调度的话 其实和其他语言表现像OpenJDK其实是一样的 你其实是 如果你不是在SafePoint上面做调度的话 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但Go这边 但Go这边 那个OpenJDK的话 它在很多地方它都会加SafePoint 比方说一个loop 它有个back edge 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一个SafePoint 这个SafePoint的话就是线程之间可以切换的一个点 然后那个Go的话 它比较确切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正常来说 如果说我要两个线程之间能够做调度 因为我今后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要能够恢复当前那个线 当前那个线程的话 其实你应该照理来说 其实你应该也是要在SafePoint上面 或者说我在这个GoRoutine 执行到一半被停下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是那个GC 需要去那个scan这个stackobject的话 那你不在SafePoint上的话 其实那个就会出现一个比较确切的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有些 那个就是有些object 那个它的那个它的值 可能是在寄存器里面 而且它这个值是被运算过了 那么那么对于GC来说 我就没办法知道说 这个object到底是 是必须要保留还是不需要保留 但Go的 Go的这个抢占的比较确切 就是说它可以说在非SafePoint的地方 能够停下来 它的做法是说 Go的 Go的function call 都是 它所有的寄存器都是 callly save的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 因为本来是讲memory model的 扯到 扯着从讲 讲协程的话 再扯的时候又扯到GC了 反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就因为再扯下去的话 可能花时间太长 那个 是稍微有点 那个Go的那个抢占 稍微有点确切 就好像是在 我想看在 大概在去年的那个 Gopher的会议上面的话 好像有一个slide子 就那个是 Google的有一个人写了个slide子 是讲那个 是讲Go的GC的 那个其中提到了 那个他那个就Go的GC的 那个SafePoint的设计 这个我就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因为这个展开的话 那个太花时间 时间短的话也讲不清楚 好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了吧 我有漏掉什么 不过另外我 我多说一句 其实那个 其实因为 因为在那个 在服务器领域的话 其实 其实协程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个 GoRoutine的话 它是 它是支持协程的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还有别的语言 像什么 什么Lua 什么这他也支持协程 然后那个 那个Java的话 现在其实有一个 有个项目叫 那个Project Loom 其实 那个也是在考虑 那个 那个支持协程 那个 那个Project Loom的话 其实跟GoRoutine 有点 有点像 因为 因为一般语言的 那个协程的话 它是 那个 它是不允许 跨 跨线程 或者跨CPU调度的 然后那个 Project OpenJTK 那Project Loom的话 它其实没有定义 具体的调度方式 所以 那个调度器 是可以自己写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它也是可以 跨 跨线程调度的 当然这个 都是理论上来说 因为那个 那个CPU调度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 非常确的事情 说一下CES CES CES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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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and Set RT Exchange and Set 从语言上的话 那个CES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特别值得说 但 但那个CES的实现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那个 那个在 呃 在那个 呃 大部分这种 Week Memory Model的 那个架构上面的话 其实 其实CES的话 它其实都是一个 它其实都是 那个都是一个loop 那个 呃 从 硬件上 呃 硬件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 呃 因为 那个 那个CES 它其实是做了两个操作 就是 那个第一个 先是那个 呃 先是读memory 然后 我完了以后 后面最后 它再去写memory 它其实在 指令上面是两条 那这样的话 它为了 为了能够做到CES Atomic 其实在硬件上的话 它会有一些比较 呃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做法 它在 那个 它在漏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它会在 那个对应的去设上一个标志 说啊 这个数据 是 那个 是 那个漏的过的 然后这个 这个 然后但是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人写过 那个这时候 我在我在往这个地方 再写这个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会去check这个flag 那如果这个flag 说 哎 那个其他人没有写过 那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写数据就成功了 如果这时候别的CPU 正好也 也有人去写 也有人去写这个数据 那他就会把这个flag 给 清掉 那就是他就会发现说 哎 我这个 我这个地方的数据 被其他 被其他CPU给写了 那我这个 那个我这个写就失败了 那这样的话 我写我写失败的话 我就要重新 那个 那个重新来再再来做一次 这个 那个 那个读数据操作 还有写数据操作 他他所以他 他实际上是一个loop 呃 但是 呃 呃 呃 那个但是现在 现在的话 因为一个loop的话 其实看着就比较丑陋 啊 那个而且也比较花时间 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 有可能会导致那个stabbing 就是说 那个有些CPU 他他他 他就一天到晚 那个在这个loop里面 他他他出不来 因为 因为别 那个 因为别的 那个 那个 别的CPU 他总是在做一些这种 正好在同 那个同一个memory上面 做一些load store 什么之类的 然后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那个 那个有出 那个架构上面的话 有出一些新的指令 就是说 其实就直接 那个硬件上一条指令 就 那个实现这个CS操作 呃 然后 因为 还有关于就是说 我在检测 那个检测 这个 这个 呃 那个这个flag的时候 其实还会 还有一点比较确 就是说 呃 其实我们在硬件上面 这个flag 其实并不是 那个对应一个特定的memory的 其实通常都是对应一段 那个一段memory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 这个时候 别的CPU 他写的 就就算跟你 当前这个CPU的memory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但是因为靠的很近 所以也会导致说 你当前这个CPU 那个写 那个写失败 呃 有人问 那个架构上 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这个就如果说是CS的话 其实这个这个架构上的确是已经实现了 但是呃 但是我 我估计就说 因为我对 那个我对那个X86 并不是特别了解啊 就是说 但是你们现在大家手上的那个呃 大家手上的手机的话 呃 应该基本上是没有那个CSGL指令的 那个这 那个CSGL指令的话是在那个 呃 是在那个V8点 那个ARM的 ARM的架构 V8.1上面才加进来的 那个 那个我们现在一般手机的话 绝大部分都是那个那个8.0的架构 呃 有人问这个是不是 呃 这期是不是讲ARM的 其实这期也不算是讲ARM的 因为 因为我没有讲特特别多 那个ARM Specific的东西 其实呃 更更多的是讲讲了一下那个 呃 讲了些那个那个硬件上面那个Week Memory Model 其实可能有些行为 有些行为上的那个乱序的问题 ABA的问题 我不知道ABA是指什么 行吧 要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如果有其他更多想要了解想要问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到那个网站上去提问 可以 ABA OK 好 好的 那就谢谢大家 呃 待得很晚了 呃 差不多该睡觉了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许老师 好 好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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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